7月25日,三届奥运冠军加十届全明星大神安东尼,还在等待交易和买断的最终完成。 一旦完成,他就有妄力自由求援的身份,正是投奔去年差点加盟的火箭队了。但据休斯顿记者David Warner最新在社交媒体上报道指出,这次如果安东尼加盟火箭的话,得到的很可能不是一年530万美元的中产合同,而是一份只有150万美元的老将比星合同。 此前捷拉的格林和火箭签下道,就是一份同等待遇的合同,而和火箭签下两年合同的詹姆斯文尼斯,两年分别是180万和160万美元,这意味着对安东尼为了加盟火箭,还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道。 老鹰将他买断,他2790万美元的工资,将分三年执行,谁都知道如今的前一年比一年贬值这个简单的道理。 一次性拿到2790万和分三年拿到,光是利息就已经差得非常多了,而前约火箭一年得到的150万底薪。 对于安东尼来说,不过是被水车薪,随便换一支有空间的中下游球队,安东尼都能得到500万上下的年薪。 那么做出这样的选择,是因为安东尼如果能够在和哈登保罗联手的一年里,找回自己的巅峰状态,甚至有可能稳定总冠军的话。 明年夏天35岁的安东尼,还有望签下一份二到三年,待遇相当不错的合同,这是他愿意为了加盲火箭队,做出巨大牺牲的关键所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